合并过来之后 其中的话有两笔资料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 如果说我要把这两笔资料删除 当然不是用手动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也是一样跑个回圈 从第二列到最下那一列 如果A栏里面的资料 假如它里面不是一个日期格式的话 那就帮我删掉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样的叙述写出来的话 我记得我们前面有写过类似的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写一个SUB 检查日期 一样我可以删除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 如果你要删除列的话 你可以用Rose哪一列可以把它delete掉 不过我是建议 你如果要删除列的话 建议是从后面 就是从最下面一列 比如说我今天要删除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不要从上面往下删 因为如果你从下面往下 上面那一列如果删除掉的话 你会发现原来我要在删的是60 61 可是我把60删掉的话它会往上移 那变成怎么样你位置会会有错乱的问题 所以我前面讲过 如果说你要删除列的话 那可以从后面 比如说你从最后面一列 然后怎么样 往上去检查 那所以回圈的话 基本上我可以写一个 for i 等于最下面一列 到第二列 那这边后面加一个step-1 就是越来越少 那检查是否为一个日期格式的话 你可以用VBA里面有一个函数叫is day 那is day当什么情况下会删除呢 你可以打一个VBA点 点之后的话 它后面会把所有VBA里面的函数全部帮你列出来 那其中的话 如果你要检查是否是一个日期格式的话 那你可以找到一个叫is day 钱瓜糊一下 那你可以把什么 把资料丢给他 帮我检查一下 在sales储存格里面的i列 里面的a栏 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一个日期格式 那他返还给你 假如说呢 因为理论上我是要当他不是的时候 所以不是的话有几种叙述方法 等于什么 等于force的话 等于force就是不是哦 他不是一个日期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then 怎么样呢 把现在的这一列 帮我把它删掉 ok 另外一个叙述方法 其实不等于也可以 不等于tru也可以 两种写法 等于false跟等于tru 结果是一样的 可是有的时候啦 因为习惯不同 有的时候同学 改了一个地方 就会不知道为什么 ok 这里的话呢 稍微叙述一下 当他不是一个日期格式 帮我把它删掉 所以你会发现 我如果把它往这边 直接全部跑完 一个一个帮我检查 当哪一列呢 当61列 跑到61 那他做什么呢 帮我把这一列 确定它里面的话 没有2月30 那我是倒过来删 从最下面往上删 把这一列给删掉 删掉了 ok 然后呢再换下一个 那你会发现 因为它删掉 它继续倒过来 所以它不会影响到60 所以再来的话呢 就是60列2月29 帮我删掉 删除 ok 我把它删 其他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跑完就ok了 那你可以把这个检查日期 可以再把它写在哪里呢 写在我们做完这个标准格式后面 因为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sub 那你最后可以怎么样呢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检查日期 额外写一个sub 那最后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加一个call的叙述 call call什么呢 call这个检查日期 就是做完输出 再帮我检查一下日期 ok 再帮我把它删掉 那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四个中段点好了 把它全部清空 清除 然后再把它标准日期格式 跑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那理论上下面是有两个日期不对 所以呢我就利用什么 利用刚刚写的这一个 帮我怎么样 帮我检查日期 那因为我这边有个call call的话就是呼叫他 他就跳过来了 那理论上当然你也可以把下面这一段写在 刚刚这个程式的下方 不过理论上如果你的主程式 越写越多的话 你会越写越头痛 因为程式太多了 所以理论上你可以怎么 把程式拆解成好几段 那以后call call 一直call下去 可以啊 你可以拆解 不过也不要全部都拆解成太混乱 为什么 因为最后变成说 你又要这边看 这边看 你又会不集中 所以有的时候 至于要怎么写 我是建议啊 如果说 不是很复杂的程式 你就不要拆得太多 比如说检查日期 那我就把它拆开 他call他 然后所以他这边执行单独的动作 那当我检查到60跟61的时候 他这时候进到回圈里面 确定是可以删除 那就OK 完成删除的动作了 那这个 这个动作 记得要 最后还是要写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将来如果说 要把这些资料写到 那个资料库里面 然后他遇到那个2月29 跟2月30 就会发生错误 insert into的时候 格式不正确 你写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 所以当然就挂掉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主要是针对后面 我们那个 assess部分 当然资料库 我前面讲过 最简单还是ass 所以待会也许做完了同学 可以试着把那个前面讲过 assess部分打开 然后建立一个空白的资料库 那我是把这个空白资料库放哪里呢? 就放在我们的 这个档案的旁边 有一个assess 有没有 问题0.4 assess 这个ACDB 然后里面的话 再帮我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 这个 资料表 然后资料表里面的话 当然也是一样 对应到我们的 这一个 这个esale 里面的工作表 里面的话 总共我们一样有五个栏位 那把这五栏位分别 在这边产生五个栏位之后 我大概里面就是 日期的话 我这边用简短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日期时间 不过 有时候取巧 以前 担心说有些user 真的就是给你 乱输入一堆 那为了又要 不发生错误 有时候要取巧一下 所以有时候把它改成文字 之后再检查 不然的话你资料 就丢不进去 不过如果你确定 你的资料是没有非日期格式的话 那你就用日期时间 然后项目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用简短文字 项目里面的资料 然后这个是数字 然后这边也是用简短文字 那分别做完这个第一季 然后把它最后把它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 直接把它关闭 这边的话 就会有一个第一季 里面是空的 那一样 我们等于是把之前讲过的东西 假如说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资料从Excel里面 当我按下一个按键 它可以自动帮我把全部都整合到这边来 把这些全部都整合过来 要怎么做 那当然前面有讲过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有一些前面做过的东西 有些程式 如果说你要再沿用的话 我是建议你把它当范本 前面做过的东西 你就把它复制贴上 其实就可以或有可能 试一下